大家早安 哇又是要一开播就要跟大家抱歉 哎呀昨天本来是预备要直播的 而且第一次在下午三点左右 本来想说下午茶吗 第一次小兵下午茶能够三点直播 昨天是我休假 你知道在最后的几乎是一分钟 身体出了一点状况了 隐私的问题也不提了 基本上是最近吃了一个新的药 副作用前面就是吃了第十天 前面的七八天还好 你知道第九第十天开始感觉到很不舒服 后来想想想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 因为通常副作用是你吃了立刻会还是谁 还是迟一点会发作 但是这个竟然发 在第八第九天我吃了之后感觉到不对 我去给牙医门诊的时候 躺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 突然那个副作用发作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对 我就觉得奇怪 我给这个牙医师已经整整几十年了 真的是过我几十年都没事 为什么我躺在那边 整个人我还以为说我又担心 因为他说可能要扒牙 就没有去想原来是这个副作用的作用 到了昨天 哇最后一分钟这样 我实在不忍了 整个胸口很闷 就担心是不是会被心脏病爆发 结果虚惊一场了 我放这样突发事件 我真的是突发事件 那我因为突发事件 我放突发事件 我太太也担心了 结果我因为副作用发作 我就 就是前两天已经发作了 我太太在了一天 哇我真的晕你了 我想一想不是我的身体状况 每天都生活如常保持 而且最近又开始 听取医生的话要照顾身体 我就是这样的不见棺材 不流泪 不看报告 不知道自己开始严重 所以就在隐私方面很注意 所以昨天哇很奇怪 我就躺下去 晕的时候我就躺下去 睡了一觉就好 所以昨天临时 我写了说我突发事件 我就去 澳头大睡 睡到差不多一个小时多 太太 她联络不到我 因为我听不到那个声音 我放枕栋 我的手机放枕栋在床头旁边 她脸都不到我 她吓到要死 我害死她 我第一个要道歉的是 太太对不起 我不应该突发事件 哎呀这样也是一种关心 心里也蛮温馨的 包括吓坏她 她真的以为家里有事 还通知我 我在外的女儿 其实家里的人就是会担心 所以抱歉了 我也跟网友抱歉 最后一分钟 后来一觉睡醒 没有事了 然后今天我 其实我昨天 昨天已经 啊没有 是 昨天我其实已经 开始没有吃药了 都会 就是那一段时间 然后昨天是延迟到三点 如果我有吃药的话 大概十点多 她就发作 不是奇怪 但是昨天又有认为 她的那个副作用里面 有另一个 真相 也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全身有点痒 这样 查了有没有红疹 还好没有 所以大概是那个药啊 累积了之后 它其实是帮助 我的坏的胆固醇 哎呀我都说隐私了 还讲给大家听 不过也不要紧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 太担心了 但是这些副作用可变大吗 我就看了个说明书 平时他给那些药的说明书 我们都不理的 真的也是怪我自己 我看那个说明书 连冬起来会死人的 哇赶快不敢吃 不敢吃 不要吃 会死人 怎么搞的 我吃那个药是为了这一个 这一部分的好 然后你告诉我 假如副作用发作 严重会死 就是不听啦 一直吃啦 有副作用你还一直吃 所以还好我没有再吃下去 那我 我有一个医药的 女儿嘛 通常我都不要打扰她啦 所以昨天我就post 那个 那个 那个药的名称 给她看 她说这个药 她说你赶快跟医生讲 你不要吃这个药 因为这个药 你吃了 有副作用 然后她说 这个药其实有很多牌子的 有些 有很好的 不需要副作用 不会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已经改进了 所以我跟你讲 你不去政府诊所又不可以 因为她整个医疗程序是很好的 时间到叫你去查验血 时间到叫你去检查眼睛 时间到叫你检查你的脚 所有会发作的真相 她都所关联到的器官 她都叫你检查 验血有不同的验法 有时验你的胆固厨 有时验你有关那个病症 有时验什么 这些都是related的 然后每一次去都 价钱是很公道 因为是政府医院 对不对 有时我们又有那个老人卡 可能有点优惠 当然收入方面 因为我还有收入就没有 如果没有收入 你什么蓝卡 陈卡 都可以帮助你 政府医生 跟政府医院是好的 政府整理所也是好的 问题是 他们并没有给你最好的药 最近我吃的一种药 它开始有了 然后 只是它没有今天 我无所谓它没有今天 它有我就跟它买 因为我自己的私人医生 几十年的老朋友都劝我 能够在那边买 就跟那边买 他跟我已经 把我当朋友 不是要赚我的钱 如果他不是要赚我的钱 我能够在诊所买到的药 他也开心 我不必常常见他 但是他也说 我见他也好 多少 我给他一些 疗等不 如果他没有病人的话 是这样 所以我的医生 对我是很好 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 我要回去 回去找回那个 找回那个 找回我的 私人医生 叫他介绍 同一类型的药 就是我吃了副作用的药 吃了对我的 那个坏的胆固醇 能够 能够有帮助了 就是可能我里面的坏的胆固醇 的指数高了一点 坏的胆固醇指数高一点 其实是不好的 哎呀你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了 你们都知道我每天就念那几样东西 真的是要借口 人啊其实是借口 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啊 不见棺材不流泪 以后上天堂的话 上帝一定第一件事情骂你 怎么喜欢吃吃吃 整天只想吃吃吃 而且不吃 你60岁了 你还不借口 哎呀 整天酷酷酷 没有了 自从那次到现在 一罐口都没有 不管什么口 无糖的 清糖的 special的 所有的口 越来越多花样 看都不要看 理都不要理 就是不喝 哇 真的有一点影 你知道吗 对 起初那几天 很挣扎 整天骂人家 不要赌啦 不要抽烟啦 自己你看还不是一样 你看 就是人就是人性 我也是一个人啊 我也会上瘾 如果网友们你们 你一样东西 你们太过依赖的 太过依靠的 太过喜欢的 天天喝 天天吃 天天用了 有时要小心一点 上瘾就不好 真的真的真的 就像喝茶嘛 也要有一个限度 因为常会伤胃 你不会说 哇我喜欢喝茶 天天一大杯一大杯 这样喝 我妈妈重现 就是喝咖啡 好像喝百块水 没有喝百块水 只喝咖啡 喝咖啡 好像喝百块水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她喝咖啡 就好像喝百块水的话 那当然是 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今天 下一个课题 我就要谈到 我最近也 也忙了 在一个网站 除了我的 小兵网路直播客 SG 我一直来 有这千多位的网民 我们都是 封闭式的 只有你要申请加入 然后我让你进来 主要是因为 你懂新加坡 现在的情形 真的也是不妙 我讲什么 我负责 不过你们的评论 我要负责 所以你看 我不让人 post在我的网站 我真的没办法 你不要生气 从前有人可以用 用我的 网站post文 后来我第一个 我就早早就没有了 然后后来有一个网站 出了事情 几个人还被请去喝咖啡 蛮可怜的 对不对 也没意思了 结果 因为也不是他们的几个 所谓的管理员的错误 是一个网民post了一些 不应该的 应该有的照片 结果造成 警方了 有一点 紧张起来 然后就 他们叫去 有关当局就叫他们去 然后给了一个什么 警告了 何时 而我就不希望 有这样的一天了 所以我老早就没有了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网站 我自己的post文 我不让人家post的 那现在这个网站 他们也 也进步了 改变了 如果你要post文在他那边 他的管理员要 可以审查先 这些很重要 我连这个都不要了 因为我也不要你post文 我审查不让你过 我也疑心不忍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没有办法control的 就是你写评论 你写评论哦 我没有办法control 我能够删掉是吗 应该 我说法 说法 你写评论很危险的 我要看 评论我没有要负责任 因为你评论的 的内容 是回应我的文章 如果你的评论造成 我误导你哦 我要负责任 我讲基你讲压 结果那个压伤到 有关单局 我要负责任 这没有道理的 对不对 我说 我爱 我们的领导 然后你说 我怀疑他爱不爱 我们的领导 因为他诽谤我们的领导 我要负责任 因为我爱我的领导 我讲了这句话 你们听的人 觉得 我不是真心真意讲 其实我也 也不可能真心真意讲 我没有爱到 我爱我的父母 我爱我的老婆 我爱我的孩子 我爱我的孙 我爱我的领导 有时啦 有一些领导是好的 我们爱他啦 像我们的前总统 So and so Mr. Wong 王总统 我爱我的王总统 是不是 不是每个啦 政治人物 我们有些喜欢 有些不喜欢啊 我喜欢蒋经国啊 对不对 我喜欢 这个 韩国瑜 我不喜欢 陈水扁 我不喜欢李登辉 虽然他们是外国 我不是台湾人 但是我还能够 讲出我为什么爱啊 我爱就爱 我不爱就不爱 这是我个人的 本身的权利自由嘛 这不是诽谤 但是听的人 我故意跟你挖出来 说你这个爱的背后 有个大背景的话 哇 你的评论我要负责的 其实是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说 很辛苦就对啦 所以我的网站 我的直播客的网站 没有让你们post文的 你们也知道我的直播客 我想放我的 孙女的成长 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我有时会评论一些网友们的 我有分享一些网友们的文章 我有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现在基本上 因为已经改名成直播客SG了 我知道 我播出来看的人蛮多的 百多百多两百多 我觉得也不错啦 因为文章好像都没有这么多人看 既然能多看 对这一千五百个的网友 在我的网站里面 我也是觉得我还是提升 从写到讲 是一个过程 而且讲真的是很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讲了十二分钟 哇你要我写这十二分钟的文字 要写多少 你知道吗 平均啊 如果你要写五分钟的稿啊 你都要五分钟 什么十五分钟的稿都要几千字 哇那你很辛苦的 写字打字怎么 打字不可能比讲话快 当然讲话也很敏感 要更小心啦 口出恶元或者口出狂元 或者口出不该说的话 也会麻烦的 这是我的圣经也告诉我 讲话要慢慢讲 合理的讲 不要太过急 也不要乱讲 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参加那个 我闲政子都有让你们知道 我非常欣赏台湾的一个政治家 他叫韩国瑜 在我对台湾 所有政治人物的 的认识 包括就是我把他们当成 如果说历史人物啊 过去那些已经离开了 像蒋经国先生 我很尊重他 还有一些台湾的 过去的一些 就是好像孙立仁将军啊 这些在历史都有评断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那我尊重孙立仁将军 还有一些 在台湾建国的时候的一些 非常好的总理啊 一个叫孙的总理 我也是非常的 总统啊 好像是总统还是总理 我也是非常 看他们的 这些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常常看台湾的 追踪台湾的 新闻 然后也看他们的一些 领导的那些故事 所以 人中 人心中有 有喜欢不喜欢 我就讲喜欢的了 不喜欢的我也不讲了 我讲大概也 大家也知道 台湾呢 我现在说 你们不喜欢谁 如果他们是青蓝的 他们 他们是 现在也没有 他们已经没有蓝绿之分了 现在蓝绿之分 已经是很糟糕的一个阶段 就是不管你是 你靠政党来 参加选举 你会失败 你靠个人的魅力 当然 还是需要有政党的 衬托背景 但是很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 当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 来到最后的 关头的时候 几乎是跟政党 在 一定距离的切割 就是他们 不要跟他们的 前面的那些 领导 站在一起 好像韩国瑜 这一次的选举 你看得出到后期 他完全不要 这个国民党的 那些大佬们 好像 吴敦义 好像 马英九 好像朱立伦 年战 当然年战的儿子 有替他站台 因为韩国瑜本身 在早年 当立委的时候 你看那些纪录片 你发现 他得到年战的 赞赏 当然他也 不是完全不要 这些大佬帮忙 他在 整个选举期间的 三三 造势的晚会 凤山 齐山 干山 的三个造势晚会 引起 很大的一个震撼 因为那三个地方是 胜率的地方 如果你要在高雄 赢得一个市长的席位 你只要在这三三的造势成功 你就赢了 结果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认为这个 就是敌对的阵 阵营认为 不是啦 这些人都是外面来的 台北来的 别的地方下来 support他的 然后你想到 这种 这种晚会的造势啊 是一个震撼弹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过去你没有去 你不知道那个感受是 当然你去那个感受更大了 你在现场你看 几多少万人啊 有一个接近十万人 可能夸张了 可能至少有五六万人 哇那个大国旗 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知道整个高雄 跟高雄被 这个 民进党 自政了三十年了 地方上 市长了 高雄 高雄是二十年 台南 是三十多年了 完全被 这个民进党政府 所管理 地方上的管理 所以整个地方 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的 他们不允许的 你看现在总统嘛 他们国庆日 只是象征性的放几个 中华民国的国旗 参加的嘉宾 每个人都是拿 拿民进党的党旗 还是什么 还是他们的一些 就是没有国旗 结果 结果这个 三三召事晚会 国旗 到处 分到处飘扬 每一个人 还有一面大 一面大的国旗 当大家群众大会的时候 那边国旗就一直走 一直走 就他有高空摄影 有些民间 他们发动高空摄影的时候 看得到那个大国旗啊 真的是 人民很奇怪的 其实他们南部的人 很多人都是 过去都是含泪投票 反正 自政党也没 就是自政党就一直稳稳赢啊 然后那个国民党也没有派什么候选 能够让他们 觉得感动 只有这一次 因为韩国瑜 几周还在那边争说 赢一万两万三万的票 结果我 我个人认为 最少十万 我没有吹 因为我从三月开始就一直追了 最终分析自己个人的意见 然后有一个网民来跟我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他也才十万 他的名字叫JJ 就在我们当中非常出名的 他也说最少十万 我就佩服他了 他也关心这一个台湾的 证据 或许我们是因为看到一个在野 本来是国民党是自政党 你看他们已经两次政党轮替了 一个大大国 一个泱泱大国 不是说跟中国比 但是也是泱泱大国 两千三百万人 都已经两次政党轮替 如果你说他轮替 是不是轮替的越轮替越不好呢 你慢慢想 好像不好 但是希望无限 好像不妙 但是越糟糕的时候 总是会有生机发生 就是我发现台湾将来的 的发展 如果按照现在这种逻辑走下去 大家已经开始 醒觉说要聘经济 肯定的 他们有一天会慢慢的赶上来 实际上台湾的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财团 很多的财力 都在外国 因为很多的 因为政党轮替 很多企业家 商家 都跑到外国去 我不可以说他们 他们不是不爱国 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没有什么发展 所以你看现在 南部这一块变成 只是高雄不是台南 因为如果台南赢下来 就更加不得了 只是高雄 你看现在的商机无限 真的商机无限 当然韩国瑜 市长在选举期间 可能讲一些话 有一点over 一定要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乐园 其实也不可以这样 我是觉得这个还是 要根据 如果你要开放一个游乐场 给外国人来投资 你也要 open to tendon 对不对 你要让 几个不同的 游乐场的主题 你也不可以说 我只要 迪士尼乐园 可能在选举的时候 会 他的想法是要有一个 大型的游乐场 好像迪士尼乐园 如果讲这样的话 就好像迪士尼乐园一样 其他的也可以加入 或者你找不到迪士尼 比迪士尼 名声小一点 还有很多啊 好像我们新加坡 也有那个什么 对不对 哎呀一下子头脑又jam了 我们新加坡的那个游乐场 叫什么 是不是 有很多 马来西亚也有一个 这个马来西亚你看 问到游乐场 最后他说他不要跟 赌场挂钩 建好了 他真的不要因为赌场挂钩 为什么要建的这么辛苦 建的好了 就是说 想一想我们的乐园 不要跟 这个赌场挂钩 所以他们退出 哇 整个云顶啊 马来西云顶就是这个主题公园 结果头大 所以做大型的东西其实不简单 好像台北的巨蛋 也是现在 那个市长虽然黏人 但是 感觉到他也要像 他不像也不行 所以他两年后他有心要选总统 选了总统又有一个四年可以 他那个巨蛋呢 假如真的 差也不是 重盖也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 废置在那边 不过那场官司打下来啊 我告诉你 算亿的 就是对我们来讲是算千万的 那个官司打下来的话 因为你 哎呀这些是蛮复杂的 但是就是你做大型的东西 是很复杂的 说到这里就想到我们自己 哎呀不提了 我每次想到 国家体育场啊 那个 那个装 那个设计啊 真的是 我只可以讲没有脑啊 啊 不变啊 我心里一想到就生气 是 很美 很好 进步 当然啊 但是你可以不可以想一想 你当初为什么要有国家体育场 让我们全民沸腾 就是因为国庆日 国庆日里面的高潮是什么 就是烟花 就是我们展示我们的空军 空军是我们的命根子 在海陆空三军里面 新加坡的命根就是空军 如果 讲白了 如果我们有敌人要攻打我们 他们畏惧的不是我们的陆军 不是我们的海军 是畏惧我们的空军 很简单嘛 你想吗 我们的空军基地不在新加坡 有啦 有空军基地 但是不是全部的飞机 150架都在这里啊 我们偏步了 所以我们花很多军费 付很多租金 训练军 训练飞机 的那些飞机师 然后飞机也在各个地方嘛 法国啦 文莱啦 澳洲啊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训练员去训练这种各样类型的飞机 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就是飞回来救我们了 所以敌人是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就是我们在整个虽然是一个小国 但是在远方的四周 远也不远啊 飞机飞过来一两个小时就飞到了 空就因为是战斗机很快的 从澳洲飞来你做民航机要四个小时 战斗机可能一个小时半就飞回来 所以他们能够保护我们 人家畏惧的事 所以这么重要的空军演习 就是在国庆日排 那个 还有包括我们自身机每次的那个大国区 对不对 但你在那个所谓的体育场 已经是一盖到完了 起初我还以为那个可以打开的 你懂在外国的那些体育场可以打开 下雨的时候盖到完 没有下雨的时候打开 你可以看到天空的 所以你看到飞机 假如打开多一点 有一烟花的话可以看到烟花 我们的呢 你想想啦 你们自己想 花了这么多钱 做一张东西 已经跟我们原本 为什么要改 你改善改良是因为的更好 你改善改良是 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些 就是不可以 那变成好像一个什么 大型的游乐场 剧院啊 因为你盖住啊 所以你可以 你做那种 运动会反正可能是很好 你可以有那些 前面的那些造型或表演啊 可以办 调那些议员啊 那些 道具啊 在天空飞来飞去 但是 人家看到的 要的 就是国旗 空军 烟花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国庆是 alternative 在体育馆 要在那个滨海的活动舞台 本来说活动舞台要拆的啊 现在没有办法拆吗 不然你要在哪 有时要所谓纪念性就在那个政府大操场 那太过拥挤了观众也不能够放 虽然有 所以有历史意义 久久一次 OK啦 50周年 100周年 特别的日子 在国 这个 国会大厦 是很好 我觉得他们做的好 因为他们把整个国会大厦 就是那个政府大操场那边的那个 重新的装修粉刷 然后现在有时有激光的表演啊什么 在操场有很多活动节目 这是好的 好我们讲好 改亮 改良改善 改进 但是你看体育馆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些大的项目 真的是 你不要开玩笑 所以 所以韩国瑜现在还没有上任 25号 你看他们啊 选市长选到了25号上任 12月25号上任 之前啊 他现在就开始聘经纪 除了这件事情讲出来 所以反对的 敌对的 对方或者他们的媒体 一定是 吹毛求疵的 只要你 选前讲过什么话 你没有兑现 你要讲over一点 人家现在就尽量找他的麻烦 但是他也蛮感动的了 那感动之一 大家也觉得说 我不知道啦 我个人很欣赏他啦 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一不一样 就是因为 所以他很厉害嘛 可能他对了 因为有一个 他有一件事情是这样 有一个 一个人 哇 突然找到他来跟他成情 所以他的麻花 那种麻花卷 其实那种麻花卷吃的是不很健康的 甜食来的 麻花卷大家都懂 在新加坡都 他包装好了 不能够 不懂什么事情 不能够运 哇 箱子几百箱还是几千箱 哇 他来求情 因为他孩子也不懂什么事情 我没有详细看 韩国瑜就说好好帮忙 我以为这种好 讲完就算了 有时 或者是 哎呀 跟他买一些 分给 分给一些人吃就算了 他不是哦 他倒是认真 他买很多 然后当天 他的就职典 当成半首领送给的人 哇 看了很感动 那你 我们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你会想 哇 这样的话 会不会明天有人买 我是卖包的 我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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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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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了 因为什么 怎么 我被卡住了 我是 韩国的零售商 每个人都来求情的话 怎么办 可能先到先得了 下一个可能 人家就 没有办法 他也 他也不完全是 随随便便 在选前 很多那些 Illegal Hotting 那些摊贩 其实都是算是非法的 也不算是非法 不合法 不要说非法 不合法 警员 警方可以开单 给他们的 假如他们阻碍交通 但是 军中大会 很多人需要吃 所以摊贩 不管是两个阵营 都很多摊贩 这些摊贩 有些都变成了 很著名的在台湾 他们也撈了一笔了 要感谢韩国瑜 的这个崛起 本来这个台 高雄市根本不被看好的 没有人去管他 现在高雄市是唯一人家 瞩目焦点 你看所有的 多么多个县市长 被选对不对 所有都要救治典礼 现在全部只是 瞩目在25号 12月25号 Christmas Day 在爱河 韩市长的 就职典礼 你就是这样 一个人的魅力 媒体的魅力 所以 所以那些摊贩 虽然有些著名的 但是当这个就职典礼 他们规定 150个摊位的时候 他们很公平 抽签 所以虽然你选签的时候 你有名 未必你抽到 有几个有名的 抽不到 不便了 办坛 有抽到的 很开心 他已经有名了 又在爱河抽到 他就可以捞一笔 建立他的名声 希望他好好经营 给最 韩国瑜有说 你要 摆摊位 你给我最好 你给我最好 你不要偷工减料 你不要用吃等货 你尽量 不要昧着你的良心 改变你的食物 我告诉你 新加坡就是这样 很多摊贩 很多小贩 很多有名的东西 看到很多人排长龙 后来你吃这事 你发现不对了 他偷工减料 他卖贵了 他卖贵我还能够原谅 他偷工减料 我的人是觉得 你卖贵一点 你不要偷工减料 你卖贵又加偷工减料的话 哇 都没掉 因为 那个味道没有了 直接讲明了 有一个地方 不要讲哪里 卖鸡排 鸡排 鸡排还是鸡排 鸡排 那种大鸡排 炸的 台湾的很好吃的 我这样讲也不可以说 因为很多 新加坡 本来生意很好的 他的生意真的很好 每次去要排队的 结果吃一下味道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还输给 输给我在台北吃的 当然啦 你吃台湾的大鸡排 当然要去台北 现在巴桑马拉很多啊 他那个不是巴桑马拉 那是生意很好 但是后来擦了 他擦之前我已经吃了 我就知道 没有他擦的时候 我立刻知道 我知道 起价不要紧 鸡排也小 不要紧 那个味道也奇怪 那个肉硬了 本来 鸡肉是越润越好嘛 你连那种快餐的都比不上你 你就很难了 你比不上快餐你要怎么生存 对不对 好像炸鸡这样 有些小排小排小 那些不明牌的他们反而好吃 但是很有名牌的还是很多人吃啦 他开销也大啦 但是人家不喜欢呢 好像有一个品牌我不讲啦 有人底下说我 我诽谤他们 他的马来西亚的会好吃 因为他们说 马来西亚他找到新鲜甘冬鸡嘛 在新加坡都是冷冻 新加坡一定是冷冻的啦 没有一只 没有一只鸡可以活活活在这边 然后被人家砍的立刻拿来打去炸 没有活鸡带进来 一只都没有 活鱼有没有好像还可以 因为鱼在水里游 找到活鱼 当然有了海鲜馆 海鲜还有 鸡 猪 讲到猪现在这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非洲的猪瘟已经在中国蔓延了 这个猪瘟 很厉害的 如果那些猪感染这个病毒的话 100%死 那你问我人感染怎样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100%死 但是肯定会很痛苦 因为猪感染会有100%死 传给人的话 人会不会有100%死 问题是不要被传到 不要管他100% 10%我都不要 5%都不要 1%都不要 这个猪瘟已经在中国蔓延 好像 哎呀我们也可能是 他们说有点失控 你懂中国地方太大吗 那个猪啊 他蔓延很快 而且他的潜伏就可以1000天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这个猪瘟的病毒 有些是蔓延快 不要紧 他还可以潜伏在 那个猪肉里面 1000天 哇那么顽强的一种生命的那种病毒 所以现在台湾也紧急了 虽然那个总统紧急 但是地方上不认为是这样 那个我不去评论了 但是的确是蔓延了 所以中国的那 直接讲吗 中国吗 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大陆了 蔓延开来 他们现在那些 那些 腌肉啊 猪肉干啊 真空包装的 全部不能够进台湾 其实也不可以进 一路来都不能够进新加坡 但是真空的腊肠这些 腊肠这些都是中国 腌制的 我们的腊肠很多都是从广州 我不可以现在先说 因为等一下害到他们 不过大家要注意 看这些广州 来有没有被猪瘟影伤 那个潜伏期很高 如果他腌制成那个腊肠 那个病毒能够潜伏在里面 然后真空包装 什么包装都好 来到新加坡 然后又打开来 或者换来灌里面 还是怎样 然后拿来卖 春节 你敢买吗 我每一次过年 没有腊肉 就不像过年 我老爸 过年就是喜欢吃腊肠 就是猪的腊肠 猪的猪肝肠 这两样就够了 其他的我倒没有一定要 然后我们就配 买那个葱 醋 哇 每一年过年 蒸腊肠 蒸猪肝肠 切成一片片 然后大堆的 我太太买一大堆的那个葱 然后我们 放了一个小米醋 把那个腊肠蘸来吃 我平时不吃了 就是一年吃那么一次 我平时天天吃就腻了 不过一年吃那个 真的是好吃 但是今年怎么办 可能买腊肉 买鸭肉 鸭的腊肉 不要买猪的腊肉 哎呀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样的新闻 但是那种罐头的猪肉 OK 台湾说OK 所以 哎呀 见仁见智 那边民间又呱呱叫说 为什么罐头的肯定没问题 所以哎呀 我真的 这种是科学问题还是医学问题 还是 啊 卫生问题 我真的知道那种 我我不是这方面 我只是我们这样听来哦 反正这个蔓延 我我比较能相信 因为你想那些猪龙啊 如果他的猪病啊 他们赶快杀的就尽尽了 不敢再告诉政府 因为你告诉政府全部没有啊 广东外国很糟糕的 不是人很糟糕的 是猪很糟糕的 人的皮包也很糟糕的 真的是很糟糕的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定是通杀的嘛 猪肉 然后人就要被他全部跟他管制 看看他们有没有病毒 这是唯一的方法嘛 所有的世界上 所有的病毒发生的时候 你看有时候看那些积温啊 猪温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 有时候讲提倡素食是 是有道理的啦 但是我又不觉得要全素啦 是个人的问题啦 你看啦 你小兵就是叫他吃肉 无肉不欢 所以你看你的身体 被肉弄坏了 那你叫我改成吃全素吗 不要啦 那宁可差点上天堂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 我的自由啊 我不是我喜欢吃素 我自己有一个潜规则 每年初一十五的时候我吃素 不是每年 每个月初一十五 如果刚好我知道 那天 我就排队 Hotker Center 刚好知道人家是初一十五啊 因为那边有一个卖素的哦 那边有一个卖糕点的 在巴萨那边 他有卖 所谓的栽米粉 素米粉 只是初一十五 他卖很多 很多人排队 我就知道 今天不是初一就是十五了 因为我不看了嘛 不看那些 那些华人的日期 我也跟着排队买了 就那天告诉自己 不要吃别的 就吃这个 素米粉 两块半 一包 还是三块 好像几到三块 他配料很多 在那个 在我们工作的 对面的那个 熟视中心 因为我爸爸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他就吃灾了 当年 特别是农历新年初一 他一定 人家初一是大鱼大肉 我爸爸反正是吃树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跟着他 但是有时没有啦 现在初一我也不管 爸常来的时候我就吃阿肠 那你说初一不吃 已经没有那个 所以跟你讲没有老爸不在我也是啊就是这样 那我的孩子有也没有人跟啊 我在我的孩子 我们全家都没有人吃吃树 但是我们这一家人啊 不怕跟你说 我们吃菜 我们吃很多菜 这是真的 我孩子们都吃菜 看到很多小孩子不吃菜啊 其实是 自己保重啊 菜跟水果是两样不一样 你不可以说用水果来取代菜 也不可以用菜来取代水果 水果菜跟 这个肉 三样是 一起 都要均衡 哎我像营养师 要多吃水果 要多吃菜 要 少吃肉 所以你每次买饭菜的时候 两菜一肉吧 对不对 标准 米饭 也不可以讲啊 讲了等一下那个 卖米的一定要恨死我 米饭真的要少 最近你们老人家 不是老人家啦 不是说有那种造米饭 政府有大量的提倡 我个人本身不是觉得好 因为我们老人家的肠胃 消化功能一定是差了 这些米饭的那个 造米啊 它会造成你肠胃负担的比较大 所以你肠胃不好的人 不可以天天吃这些糙米饭的 请注意 你还是需要吃白饭 吃白饭呢 你不要吃那么多 平时吃一碗你就吃半碗 我跟你讲 我晚餐两汤匙的白饭 两汤匙 笑啊真的是 你看我这样还受不来 我真的 因为饭对我来讲是不行的 尤其是粥啊 不懂那个是什么 有人告诉我 而且我也相信 好像我女儿也同意 那个粥啊 如果你煮 把米煮成粥的话 它的糖分啊 里面的糖分是飙升的 高几倍的 所以不要说吃粥 越烂的粥越稀的粥 其实糖分越高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OK啦 如果有你这方面的问题 是否你吃粥的时候 也不要吃 吃那种太过稀的粥 吃酒没有那种 还可以看到那种饭 所谓稀饭 会比稀粥好 因为里面糖分是越高 很高 高过他原本一碗饭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不明白了 其实 但是我宁可相信 所以我也很少 喝粥 喝西粥 偶尔应酬 数量也要少一点 总之我们这种人就 讲一句不好听 贪吃 但是其实肚子里面就要 怎么讲 要半分饱 时时刻刻都要半分饱 好像我现在觉得有点饿就对了 常常觉得有点饿 但是不可以不吃 因为胃要保护你的胃 所以这个直播 就是这个 我参加这个韩国鱼的后援会 我有跟你参加 台湾的后援会 我是蛮开心的 尤其最近这一两天 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我每次 其实我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意识形态很严重 一直抹红抹黑 尤其是 觉得说有些人是 故意用 好像用 用简体制 是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中国大陆的人 还是怎样 是不是那些 反对党故意 放一些 假扮 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打简体制的时候 他们会 有些人就会冒出一两句 你听的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根本不是大陆人 我是 堂堂正正新加坡 我是第二代的新加坡人 我爸爸是第一代 但是我爸爸当然是中国来 我们哪一个不是从中国来的 如果是华人的话 对不对 所以 很难过 每次 他写东西就给人家这样 好像那天讽刺我这样 但有那天我就不耐了 我直接 pose 一个人说 我很难过 被人怀疑是假 假韩粉 其实我也是韩粉 因为我 我尊崇这个政治家 我说 是不是因为我写简体制 然后我说 新加坡都是用简体制 只有新加坡跟中国是用简体制 马来西亚 香港 台湾都是繁体制 这样用简体制还是用繁体制 还是什么 见能见智 我也不想多做评论 我对我来说 两种字都可以 我甚至还有第三种字 在我们高中时代 就是这样了 繁体制 改成简体制的时候 我们繁体制还是照用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字 老师大概看得懂就好了 很多字 我以为是简体 原来不是 我以为是繁体 也不是 原来是我自己发明的字体 慢慢也忘记怎么写了 因为现在都是打电脑 电脑你按繁体就是繁体出来 简体就是简体出来 其实简体跟繁体也是一个字体 还有位体 还有什么体 很多体 送体 什么体 什么体 你写的时候 那个字型都不一样 所以何必为这种事情 但是他们很意思 他觉得写简体 就是代表你是大陆的 所以我就要表明我自己的身份 我这个人也是 我也是疯的 我就放我当年当警察的一张照片 证明我当年年轻做新加坡警员 我还放我的passport post我的passport 封面 证明我是新加坡人 那我说 我最少希望有 如果你们反对我是外国人 成为韩国瑜的后援会 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不是 我先说 我不是去干涉人家的政治 所以我不在里面 我也不要去说 就是说他们有时 他们用很尖锐的话 很攻击的话 对待敌因的时候 我不大会 对待他们的所谓的领导 我觉得我们要中立了 这方面我们 当然我们也不喜欢 谁不喜欢就是我们 但是就不跟他们一起的去 我们只是对政策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迪士尼乐园 这些提出我们的看法 然后我们看到韩国瑜胜 你们大家也知道 我爸爸是国民党人 我有这种 我有这种情怀 你不能够怪我 你怪我什么 我爸爸是国民党人 那你说骗人的 你爸爸在中国是共产党英雄 当然了 不然你要他全家 整个家族在那边被清算了 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们跟你讲很奇怪的 不得已说要是共产 在台湾必不得已说他是台湾人 不是国民党 所以那种外省级就跑不掉了 外省级来啊 就是台湾嘛 台湾级嘛 台湾的国民党 逃到了 没有共产党逃到台湾来 只有台湾 共产党 围捕 追捕 追赶 台湾的国民党 逃到台湾来 哪里还有共产党跑进去 有啦做间谍啦 不敢跟你们讲他是共产党 对不对 一定是台湾的国民党 所以台湾的那些原省级的人 那些原省级的人是他们原本就住在那边的原省级 当然真正的台湾级的人也不是他们最先的 跟我们新加坡一样 真正台湾族最 就是这种三地族 整个 那个 族席的部分就是 菲律宾马来的 族席 我们的也是啊 我们的Nionia就是靠近的啦 更前一点就是那些马来人啊那些 如果你说真正的事就是啊 美国就是印第安人啊 就是这样 原本的主席的 所以那些逃到 台湾的国民党人啊 就被那些本省级的人一直在那边对立 意识形态啊 本省级外省级 本省级外省级 中国人台湾人 中国人台湾人 所以我明明是新加坡人 我只是去支持 所以我 我很有礼貌的说 如果你们认为 你们这个 所谓的粉丝又分真粉 真含粉 假含粉哦 你们认为我 我不可以是外国人 我离开了 我离开那个 哎呀算了啦离开了 但是我很想留在那边 因为那边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说支持我参加后援会的 我希望看到100个 他们很喜欢这样吗 我就希望看到100位支持 外国粉丝了 就是我希望看到 请你按 他们喜欢说按plusone 或者是你按赞了 我就拜托大家 然后我的问题是 请不要以写简体制 就是假的含粉 就是来破坏那个网站 绝对不是的 因为你要用 用反体制 用简体制 其实是很容易 对我来讲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繁体制 你看我一路来都是用简体制 我知道我们的网络 很多人也是喜欢用 我一路来都是用简体制 很多人喜欢用繁体制 对不对 我没有 因为我的工作 常常就是要打简体制 如果我要用繁体制 我必须打进那个翻译器 再翻出来 慢啊 有时你懂 哇 在那个群众大会 他们的群众大会 他们的直播是怕人的 那个韩国瑜的 那个评论是 Fair 你好像打游戏这样很开心的 你怎么打打打打打打 哇加油加油加油 动算动算动算 韩国瑜韩国瑜这样 你打很快的 你都来不及了 你打都来不及 你还要打去翻译器 再跟他post了 在贴在里面 哎呀那个 mood 没有了 你懂吗 就好像群众大会 你摇起那个铁锤的时候 对不对 WP WP Worker Party Worker Party 对不对 一定是很汉奋的 一样的 假论你是BAP的支持者 BAP 对不对 也是很汉奋的嘛 是吗 所以 这种就是 involved in the activity you're so excited 真的很 很汉奋 有错吗 有错吗 很感性 很烂情吗 你喜欢 喜欢你讲 但是 的的确切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敢繁体改 简体改繁体 如果你叫我单单打繁体 改成整个繁体 那个 很奇怪 是不是很好了 网络有点跳 我这个reception 也是有点问题 然后 所以我一路来就用简体 所以有人就故意在那边酸我 然后我就 结果你怎样 我post了这个东西 到现在他们在里面 热门 现在还是有人在按 现在又有新的37个新评论 从昨天到现在 我要求100个 现在已经有800个人 支持我 然后 刚才我看的是有300个评论 刚才我在谢谢他们的时候 大概是600个 600个按 plus1或者赞 就是支持我 有些还放评论 没有 那个按评论的都已经300个 放在评论里面按赞 然后直接有些按 直接按那个logo 那个赞的 或者星 或者是笑脸 八百 八百 都是你看 你看我现在看到这边一个手是心 对不对 然后一个手是heart 然后一个笑脸的 三个logo 然后某某某和其他八百位用户的 没有一个按 生气的脸 有的话 一定被他抽出来 你明白吗 很感动 我开直播也好 自己的晚上也好 当然我没有公开 我公开我也没有那个本事 我公开 我的压力太大 哪里有800个 哪里有算 还有 还有几百个评论 好像我现在看到你们几位玩 玩友进来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 我已经很感动了 然后有按赞的 就是一二三四个按赞 当然后来 等一下迟一点 弄成 我 弄成这个影片 过后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看 我在那边有一个 figure会说 多少 已经多少人看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看我自己 所以不一定是代表那个人数 但是都有 百多两百三百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还 对这个直播还有蛮有兴趣 就是那一切一千五百个人里面 大概每一个影片 都有一两百个 甚至 两百五十最高的那一个 那一个 然后我又把它 转到YouTube去 谢谢很多网友 他们一直提醒我说 讲话要小心 好像讲话比 写文字杀伤力来得大 不怕 你看我 你去我的YouTube的 看我的 我放的那个最 就是那个 主题的那个 影片是 星马一家亲 以何为贵 这句话如果我给人家批的话 批我的人都不是人 对不对 星马不要一家亲 难道要整天打打杀杀吗 你也不够乱了 自己 自己都搞不定了 你还要去 整天跟人家喊大喊杀 除非你要 转移视线 那我不陪你们玩 马来西亚人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一直重申这一点 因为小时候看到 马来西亚人 他们种族之间 他们那种仇视的眼光 皮子仇视的 你都怕 因为刚好我是其中一个 当然我不是马来西亚人 你去那边你看他们自己种族 那种 平时在生活当中那种仇视的眼光 你都担心 现在没有了 现在他们改善很多 他们开始明白 尤其是Berset之后 Berset那你管理马来人 华人 就是要突破这个 所以马来人才能够成功 当然 大原则 因为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不至于评论 我不至于评论 就是 大原则 他们 马来人一定你要 以马来文 要 要宣示 你做首相 你看 算是 那个马哈迪宣示 做那个 总理 他是用那个 可兰经 宣示 所以你说 你不是马来人 你要成为 马哈迪这样的一个位置 可能吗 所以现在你看 现在传给安华 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不是说 不可以给华人 我也不懂他们宪法 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这个国家本身的 那个体制 你会忘记 他们还有州 还有那个 阿公 所有的阿公 每一个州的州 那些 黄族的人还在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最少马来人跟华人 你看得出 他们真的是 可以生活在一起 包括印度人 可以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人 不管你是什么 种族的人跟马来西亚人 应该要 以和为贵 我们新马 是一家亲 当年的南洋三报 跟新洲日报 南洋三报的 两边的南洋三报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新洲日报也是一个 很多东西本来是 一个方向 一个机构 结果转变成两个 所以我在那个 韩国瑜的后援会 我蛮开心 他们接纳我 我只要就100 其实我是舍不得离开 100是很容易达到 现在我有800 800个 800 超过800 还一直有一直有一直 这样下去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 哎呀 直接的好消息给大家看 就是我已经跟订购了 这些器材 订购了这些器材 就是要 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些器材 这个就是 我接下来的器材 需要 看不到 亮亮 我也不懂什么原因 它的设备 哎呦 更加死 可能因为手机的问题 因为我 我订购了这个 所谓的直播的器材 可以帮助 接下来可以帮助 这个直播 会有更好的 那个火效 因为现在如果 我要播一首歌 我很难 我不可以直接 进电脑 因为我只有一个 一个讲话的 那个这个耳机 如果将来这个器材来的时候 它可以 同时插两个直播的 所以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那个 应该是可以用 呃 这个 这个 电脑里面的一些歌曲 来作为背景啊 什么 甚至可以 卡拉OK 半餐啊 哦 我是可以唱歌 我到现在还没有唱过一首歌 所以暂时也没有啦 反正会 越来越进步 一直说 直播就是要进步 你看我第一个影片到现在 自然多了 当然还是讲错话啦 用词不当啦 咬螺丝啦 啊 弄头发啦 弄鼻子啦 啊 你看那些直播员啦 台湾的那些名嘴 没有这样的哦 人家弄头发弄 像我们这样 好像没有水准这样 人家的直播是那么漂亮 照上康的观点 他们几个名嘴 我可以跟他们比什么 不要啦 自己自己心里的话 他没有他们的话 最少你们这几位今天全部都出现在我身边 我也看到到 这些网友在在现场听我讲 我看到你们进来就没有推出 是不是你们能推出还是 那个那个不会离开是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懂你们好像这些全部还在吗 这这七位 他是就是这样哦 今天没有没有也是 哦没有没有这句话是不准的 不标准的 没有没有 这是我很快的 已经58分14节 14秒16秒17秒 我为什么还是要坚持讲一个小时 就是我一尝试把我说 就是把我过去的这些 因为有不同的主题嘛 有些讲了20分钟 有些讲了10分钟 我可能可以跟他用简介的方式 可以的啦 应该是可以 就变成小小的 所以你其实一个所谓的作品好不好 一个影片 你录制一个小时 里面有不同的单元的内容 你可以给他们切的 切成小单元 就播出去 你看那些我是歌手 就是这样啊 10个歌 歌手比赛 你可以看整个10个 大概一个小时半这样 整场 但是你要个别歌手的 他们就是简介咯 只是问题是 我有没有这个水准简介啦 我不知道 我知道可以简介了 那要花时间了 所以我宁可这样的话 我宁可留一个钟头 不是每一次我讲一个钟头 每个人都有听到完了吗 后来认识我的人也没有听前面呢 所以将来我就变成很丰富 我现在YouTube的这个网站 我在改善了 很多不属于我的 我开始慢慢淘汰 我也改变我的心态了 尽量用原始的啦 如果我copy就是 我不会牟利 我只有在我自己讲的 我自己的知识产权 放广告的利益是归我 其他的我放有广告 但是利益不归我 所以你们也看得到 那个原创者不是我 我已经申请我自己 属于我自己的原创 想不到我自己有原创作品 属于我的 已经有了 早就有了 很多都是 你看西西餐就是了 我的直播名字也改成 可能是全名的 不必啦 因为钱已经录我的口袋了 现在归零嘛 他们bank我 不是bank我 他们suspend我 不过 但是他们给我很大的一个勇气 说你可以的 只要在1月11号 我在申请这个YouTube的 这个获利的权利的话 他们应该会批准 因为我全部过关 我没有人 我全部过关了 只剩下那个 他们只是说 我好像 不是好像啦 我真的是用使用别人的影片 我起初以为可以啦 因为他那个非常 到现在还不一定 但是有一个方法 当你用别人的影片 他有跟你讲 他的版权的界限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发现 他的界限的时候 他不让你分享哦 然后你要用的话 获利不在意你哦 你说信就不要放了 你都不给我获利 我就算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宣传 我心里是这样子 你就用原本 他自己原本的就好 你不需要放CC餐嘛 CC餐也没有用啊 如果你copy他的 然后你改变一点 然后他说可以给你 给你获利一人一半 那值得放 你就放啦 或者他甚至告诉你 他没有申请版权 你要就拿咯 那改成自己的 就是说有你来post out 也是可以啊 因为你有你的人脉嘛 所以YouTube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就在这里 有什么事情 他跟你挡风挡雨 但是他们现在新的 Google买了之后 哇也是好 第一他还我过去 三年来 两年来 三年来的 我得到的广告费 有六百多块呢 你想想看 我一直希望在网上能够赚钱 我也没办法像别人这样 新加坡的网站 哪里有 很少有直播 整天都会骂 骂骂也不好啦 我不是说他们不对啊 我们讲 就事论识会比较好一点 谈人生经验 分享给大家 你们相信就相信 觉得我鱼老卖老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讲我该讲的 但是很多都是直播卖东西的 而且越来越 我也请那些直播员 好心里的 没有这么多肉 肉出这么多肉 就是没有这么多肉 也硬硬挤那些肉出来 不要啦 我们要 你真的卖东西 我应该眼睛看东西 不是看你的肉吗 对吗 你要做个直播员 你不需要这样的 你卖衣也好 卖裤也好 卖玩具也好 卖首饰也好 卖宝贝也好 所谓的 金银财宝那种 钻石 宝石都好 你不需要录你的肉 你不是卖肉 穿 得体一点 我觉得啦 老人家看久一点 自己都觉得 非礼物事嘛 你要我看你的物品 然后你又穿的那样 然后你跟我讲 你要我看哪里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直播的那些销售 我知道他们的辛苦了 太多竞争了 晚上你看全部都是 我喜欢看一个男的 卖玩具的 哇他玩具很好 我有曾经逼过逼不到 因为我想试试看怎么买 想想不要浪费这种钱 有钱真的 上升我的直播的器材 我已经买了这些器材了 你说花很多钱吗 不会啦 你在淘宝 当然你不要买那种褒爷啦 人家找回口 直播的器材你买吗 十多块二十块新币 不要买这么差 但是你不可以买到几千块 几百块 也不需要这么好了 第一次玩嘛 就好像我买那个黑椒餐盘 第一次买 也不便宜了 其实后悔的 从香港买回来 自己装 有那个乐趣啊 这个听没有一两首歌不行 然后激发起我去淘宝 我不是上一集 好得不得了 对我来讲 我的耳朵的水准 已经是那个声音 对我来讲是很深的 你们这些行家不要笑我啦 你们当中有一些玩家 玩那个黑椒唱片的 不要笑我 我是初学的 就好像我直播也是初学的 都是要从初学学起 当然我也承认 我不可能花很多钱 成为一个黑椒唱片的玩家 我不会啦 那直播有啊 将来时间允许 有机会就是把我的书房 改成直播室 慢慢想 当然我的名声 所谓的名声就是 有一点人气啦 然后有一点收入 然后大家觉得 然后还要想要用什么方式 现在我是用 针对你们小编网路直播客 SG嘛 这1500个人直播 放在YouTube的反应 OK啦 慢了 没有人懂你的 不过将来就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已经在 他们那个后援会 他那个后援会 一共有一两万 一万多人 那个也是封闭的 后援会都是封闭 也有万多两 一万多人了 现在我有五六百个人支持我 继续留在那边 慢慢我想把我的直播的 也介绍到他们的圈子里 那你让他们讲 可以让他们 其中有一个就问我 新加坡的公寄金啊 这些他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 就事论事啦 我们的五十五岁啊 公寄金啊 被 不要说被扣留啦 就是政府好心替你开一个退休户口 我现在讲话要好一点 差不多啊 六十五岁我还有 四年多就可以拿到钱了 每个月他要给我啊 给到我 给到我 我躺下去 睡不醒的时候啊 哎呀 不知道啦 第上六十五岁到老公说 Astand to 67 可以不可以这样啊 哇 真的这样的话你会活滚啊 哇 真的很怕啊 因为他说退休年龄越来越次了 改成六十七 第上你退休 公寄金 他说你六十五岁还活得好好 不急着拿六十七岁再拿 也有这样啊 他又要求你六十五岁不拿 继续胜利息给你 你要吗 不过有些人可以活到八十多啊 我看到那个叔叔抽烟抽烟抽烟 不会早起腿了啊 哇 真的他活到 你真的活到这么老啊 也是怕啊 谁养你 你真的没有退休金也是担心 但是我也不相信那些财经的人士 你必须要有一百万两百万的话 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可以退休了啦 有啦 还可以用我们用咯 还可以讲我们这样 好啦 一个小时过了 谢谢大家今天早上 在听我的直播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